也是法庭消息 吉隆坡地庭今天下判 早前被控滥用职权收受贿赂 值班合约的纳敏区前国会议员 拿督洛兹曼 表面罪名不成立 无罪释放 法官罗兹娜今天宣读判词 认为控方在举证阶段 无法证明罗兹曼滥权受贿的 表面证据确凿 因而裁定被告无罪 也无需出庭自便 法庭将归还护照 和10万令吉保释金 根据控状 59岁的罗兹曼在2018年3月 滥用难民港护局副主席的身份 将港口营运合约 颁给了和家人有利益关系的公司 抵触反贪退法令第23之一 滥权受贿条文 演员 将后一对本一 Podcast 是怎么必去的 还有柜 人民 将 США 只是龙一 rze 反正 重